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I 筹码泄露天机 期货操作绝对不能拆不能读 要用AI程式计算筹码 筹码转多才会大涨嘛 对不对 筹码转公司大跌 所以我们AI筹码永远讲到前面 你加入张老师的LINE 小小鼠AI五一包 在LINE里面我们都事前跟你 预告多空 亲眼看一下 我们在7月11号24380公开呼吁全力放空 我们不是事后马后炮 我们当时7月11号的LINE都给你白纸黑字 你看我们7月11号的LINE 7月11号的LINE 你加入张老师在7月11号 你就很清楚啊 开盘24380把握放空 这就是我们7月11号的LINE 空完5000点 跌到8月5号19601 跟你讲跌了5000点把握翻多 8月5号翻多 19601 9月11号拉回 20970加码多 你看我们多抠 每一笔的交易 都跟你在LINE里面 事前交代的清清楚楚 你看我们8月5号 7月11号 24380放空 崩了5000点 8月5号你看 开盘大跌4600点 把握逢低翻多 跟你讲这里会强谈 惠里强谈 熊同学 亲眼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LINE里面 都事前跟你交代的很清楚 7月11号放空 8月5号全力翻多 9月11号一切拉回多 到了10月18号 是不是又涨了4200点 10月18号 你看看我们在讲什么 10月18号 大涨4000多点 10月18来 我们跟你讲 ABC反弹结束 23800把握放空 来亲眼看一下 这我们的抠讯 10月18 对不对 你可能不相信抠讯 来LINE你没话讲吧 10月18的LINE 一早 9点17 23800放空 放空 为什么ABC反弹结束 跟你讲会有 大幅度的修正 结果10月18 LINE里面你都知道 23800放空 空完1500点 好 11月1号 上礼拜崩了1500点 你又害怕了 来 11月1号 来 你看到没有 AI城市 9点14 22406翻多 11月1号的LINE 11月1号的LINE 跌1500点 跟你讲22406翻多 今天早盘 23239 又送你800多点 所以你看我们的多空 7月11号的空 5000点 8月5号翻多 4000多点 9月11号加码多 2000多点 10月18号的空 1000多点 11月1号的多 800多点 我们每一笔多空 在LINE里面都跟你事前交代的清清楚楚 我们在LINE里面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绝对不是像现在股市网络的诈骗了 你看很多网络诈骗你要小心 啊 对 一下法说会前恐吓你哦 台子要跌3700点哦 就法说会以后大涨又诈骗了 跟你说台子骑连八胜 连八胜 什么地方做多 什么地方放空 不敢讲 对不对 对不对 法说会前恐吓你台子要崩3700点 法说会以后跟你说我又连八胜了 我又大赚了 这是诈骗的 你要小心啊 现在网络诈骗很可怕 现在年轻人很敢诈骗的 是不是啊 把AI城市带回去 我们的赖事前多空都跟你分享的很清楚 加入我们的赖很重要 好不好 再来股票我们讲过 股票赚大钱的关键 第一锁定主流 主流产业主流商机 第二筹码翻多 你要听清楚 绝对不是赚大钱的 很多人以为买股票买赚大钱去买啊 是不是啊 你看今年涨最多的联雅 从一百多涨到三百九十多块 涨了三倍 联雅上半年都还在亏钱啊 所以赚大钱的公司 不是不好 对不对 他没有大爆发成长的商机嘛 他已经很好了 但想涨三倍 你看看像联雅 上半年赔钱 所以张老师跟你讲 赚大钱宽钱 主流产业 对不对 联雅就是细光子商机 主流商机 加上筹码翻多 股价一涨 涨三倍 所以股价涨跌的关键 一筹码二筹码三 还是筹码 就是筹码 筹码转多股价大涨 筹码转空股价重挫大跌 是不是 所以投资人你不懂筹码 我跟你讲 你满手套了 你看台湾散户 去年赔了一千八百八十一 五年赔了一兆 为什么很多网路诈骗呢 对不对 跟你讲基本面很好 制圆你看看基本面很好 四百多跌到两百 你是不是惨赔啊 折半啊 所以你相信这些网红诈骗呢 我跟你讲 股价折半 通通折半 是不是很可怜 所以股市不懂筹码 满手套了 好不啰嗦了 主流商机 我们八月五号崩了五千点 跟你讲 你不管赔什么股票 你来找张老师 当天我跟你讲 你把资金重压重压 筹码翻多的密忘时 当天八月五号崩了五千点 密忘时二十几块 跟你讲筹码翻多 筹码翻多 都密忘时涨一倍 对不对 这就是 涨跌的关键嘛 筹码翻多涨一倍嘛 再来永光十几块 筹码翻多涨五成的 再来联雅你看看 一百一十八块 我们AI筹码转多 涨了快三倍啊 机器人跟你讲 上营202筹码翻多 涨了三成的 那Blackware GB200商机 筹码翻多红海 涨了快五十块 所以你要弄清楚 你看红海 公司好不好 当然好啊 但你七月份 两百多块买完红海 大跌七十多块 一百七十多块 筹码翻多才会涨嘛 所以很多人 你七月份 两百多块买红海 你到今天 你还赔钱 所以筹码翻多 你才会赚钱 所以红海一百七十多块 跟你讲筹码翻多 才会大涨嘛 涨了快五十块了嘛 不啰嗦 听清楚 所有错过密忘时涨了一倍 联雅大涨两百多块 未来社会大涨 来先听清楚 我们心平气和 明年二零二五 主流商机是什么 来回答我 第一GB200 第二夜冷散热 GB200伺服器 现在不用讲了 卖到缺货 对不对 黄仁勋讲了一年量都卖完了 所以现在等的量出货 那GB200最大的受惠者 订单是谁 鸿海啊 对不对 那再来GB200伺服器 它引爆的是什么 夜冷散热 水冷散热的需求 为什么 因为它的功耗高算率 高功耗 高温度 所以必须采用夜冷散热 所以GB200又带动了夜冷散热的商机 是不是啊 那夜冷散热是过去的器人的 十倍的价格单价 所以GB200又带动了夜冷散热 再来 未来的主流 AI机器人 你不要怀疑 黄仁勋讲了 AI是什么 就是机器人 自动化就是机器人 所以AI的目的就是终极达到AI机器人 所以苹果积极的推动 2026要上市机器人 所以你看看 有哪一档股票能够掌握到 GB200商机 又掌握到夜冷散热 又掌握到苹果AI机器人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 它不大涨也很难 那有没有这档股票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掌握到这三大主流 有嘛 我帮你抓到了嘛 GB200最大商机带动散热 夜冷散热 那GB200最大赢家谁 不要怀疑洪家军 但我不是叫你去买洪海 洪海也不是好不好 是不是啊 洪海拿到订单以后 他要下放给谁 他的子公司嘛 所以洪海集团 他拿到了60%的GB200 他夜冷散热 饥渴 他要下放给他的集团子公司 那他的集团子公司 有哪一家公司 同时又掌握到伺服器饥渴 又掌握到散热 有没有 有 就是这一家 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 所以这家将来不得了 他天生好命啊 他父爸爸就是洪海 他就是做机壳 他又是做散热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掌握到这样的好命啊 那再来AI机器人 苹果订单的就是他 又是他 所以这家公司真的是不可限量 不得了的行情 他三大主流 他一手南瓜 GB200 机壳也是他 GB200 夜冷散热也是他 鸿海集团就是他 AI机器人 苹果订单 唯一独家目前列入供应链的 又是他 你说这张股票 他会涨到哪儿 然后如果他掌握到这三大主流 然后又筹码翻多 我跟你讲股价 你就等着看好了 你就等着看好 今年蜜望时涨一倍 今年联雅涨三倍 那这样的题材 三大主流 筹码翻多 他会涨多少 大家好好的拭目以待 那这张股票 知道 目前也不过才七八十块 我们上礼拜七十多会跟你讲 掌握到GB200散热 又掌握到AI机器人 宏图大展 宏家军的宏图大展 天生好命 掌握到GB200 机壳散热订单 又掌握到苹果独家协力商 AI机器人订单 我给你讲 然后最可怕的是 六年大抵筹码才刚刚翻多 睡醒的狮子 他要长到的 好好的小心注意 这都是发展未来大波段行情 所以上礼拜涨停 站上八字头 11月1号台股开盘跌了快六百点 站上八十 创新高 对吧 昨天再度强喷八十八 今天早盘攻到九字头 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以为八九字头就结束了 好不好 已经两只涨停了 他会涨到哪 掌握到三大主流 现在一千多上市公司 唯一掌握到 鸿海集团 GB200 夜冷散热 又掌握到 AI机器人的商机 就是他 唯独只有他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 赚大钱的机会 我跟你讲 真的很少 现在想再赚大钱的股票 很少 因为大盘又来到七月的高点了 很多股票已经开始修正了 你像很多网红 网络网红 去买什么 双红 你十月份七百多 你看一刹刹到五百 所以现在在买股票 你不小心就到了 但是这档宏图大展 才刚刚发动 也才刚七八十块附近 好好把握 好好的把握 我再送大家这句话 现在一千多档里面 能够掌握到 2025三大主流的 唯独只有他 一家公司掌握到 未来的三大主流 把握 反败为生 你最后的机会 你想掌握大破端的获利 是不是 这档股票 宏图大展 你务必好好的珍惜 我张老师 我操作股票 不是来跟你设飞标的 然后我不是跟你 今天讲航运股 明天讲那个股 后天讲那个股 每天五档十档 你设飞标 你发不了财的了 你搞到最后 不小心满手套牢 好不好 想债大钱就是他 宏图大展 跟上脚步 那任何问题 手上套牢持股 赶快加入我们的line 小老鼠AI518 宏图大展 带你2025宏图大展 本公司以往之迹象 不保证未来的获利 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